女人对待感情都是非常不好意思 都是不善于表达自己 很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女人的这个特点对男人来说 会让男人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们要不断地去猜测女人的意思 似乎只有这样 女人觉得这个男人有情调 觉得这样的恋爱比较浪漫 但很多时候男人并不是猜得很准 因为不理解女人的意思 很多时候就会错过最佳机会 女人也会觉得你情商不够高 很多女人对待感情不够直接 喜欢半推半就 她们不但不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也不喜欢男人太直接 但是男人会觉得很累 当然如果男人猜对了她们的心思 她们也很快会被俘虏的 至于女人半推半就的表现 一般会有以下三个方面 男人们一定要了解 别因自己的大意而错过这段感情 第一个表现 女人喜欢说不喜欢 女人一般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嘴上说着不喜欢 心里想的就是喜欢 如果一个女人跟你说不喜欢 你千万不要当真 她说不喜欢可能是不好意思说 并不是真的不喜欢 如果你真的当真的 那么女人会觉得很失望 你要抱着这样的心理 即使她不喜欢 自己也要去做 第二个表现 当她的身体被接触到的时候 她不反抗 而是默认了 女人一般都比较腼腆 不太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 你约女生一起出去约会 她没有拒绝 就是答应了 如果你想将你们的关系 进一步发展 接触到她的身体的时候 她没有反抗 而是默许了你的行为 那么说明 她对你是有好感的 甚至准备接受你的 第三个表现 虽然说着不愿意 但是也没有强烈的反对 有时候 你要送她东西时 女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 然后再接受 既然能体现了自己的矜持 又得到了礼物 还能让男人留一个好的印象 谢谢大家